因此不算跳票 而蔡英文是在批马团队的文宣错误 详细情况联系给记者邱盛文 好主播那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呢 一早是来出席客家的后援大会 那么透过镜头呢可以看到现场民众真的非常的热情 蔡英文光是进场就花了整整五分钟 那么现场的民众呢都是高喊着这个 蔡英文要当选客家子弟来当选第一女总统的口号 那么可以看到呢现场包括了叶菊兰苏文昌 还有谢长廷等大佬都来出席了 不过针对日前呢马总统说这个证件呢 包括像633跳票这样的事情 是八年的证件不应该两三年就来检验 那么蔡英文也提出批判 带你听一下蔡英文的说法 承诺是四年的政策 然后现在就是说八年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他的政府的官员甚至于他的行政院长 也讲出来说做不到的事情 是梦想 让人感觉到说 这个政府对于他的证件 对他的承诺 是不是一个严肃以对的一件事情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提再多的政策 我想人民也不会感到说 是有那个真实的感觉 那也不会有一个信赖的感觉 好那么可以看到呢 蔡英文的言论似乎受得到烟烧位 就是针对这个马总统的过去的政见 还有政绩的实行度 不过呢巧合的是下午三点半 马总统也会在这里呢 来进行这个青年的家长后援会这样子的活动 那么场地怎么那么巧合就碰在一起呢 蔡英文呢也是小小的发出惊叹 不过摇摇头说应该就是巧合吧 不想再针对说 是不是国民党有在follow 有在跟进这个民进党的政策呢 以上是来自现场最新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